所以你能不能大概给我描述一下 你之前谈来来的状态 我上第一个大学的时候 我同专业同学隔壁班的是初恋女友 然后就一起玩 一起打工 对那么一个状态 然后来毕业之后就分了 最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 您看过蜗居吗 看过 就是蜗居里那个 您还记得吗 就是那个男主人公站在楼下 然后看自己女朋友跟领导在楼上开房 然后怕灯灭了 然后她走了 跟那一样 所以就是被那个被生活折磨了一下 对 就是人家选择了更好的生活 然后后来也断断续续教过一些女朋友 比如说有比我大的 比我小的 然后有同龄的 有甚至学生辈的 差个世界二十岁的都谈过 那你为什么还会觉得自己没有这个 还来还来能够 我从15年到现在 都一直没有 那因为你不想 也不是不想 这没什么想不想的 就他们好多人都问我 你居院那么多漂亮女演员 你的学生那么多漂亮小姑娘 对吧 为什么 对啊 为什么 就为什么呢 那是同事 那是学生 他有一个固有的人际关系 为什么要恋人呢 那你会觉得你 你缺这块吗 就是或者说这块就算缺 他不补又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一开始觉得自己有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别人会觉得你是同性恋 你看你女人缘也挺好 然后周围都是女同学 女学上女性的朋友 然后但是你也没有谈恋爱 你也没有结婚生孩子 然后呢 就你跟男孩好像玩的也都挺好 然后平时像个中央空调公公主说一样 大家对你的猜测 无非就是两种 要么你就是一渣男 要不然你就是一gay 那你就为了证实自己 其实是一普通的男人 所以你就要想要去谈恋爱 但是想要去谈恋爱的时候 你就发现 这恋爱这玩意儿怎么谈呀 对啊 怎么谈 不知道呀 我跟您说我近15年来的生活 都是很简单 就是上班呢就是在排练厅排练 不管是现在的剧院还是过去的剧组 上班就是排练 白天 然后晚上呢要么在排练 要么在演出 就是如果休息 现在没戏演 不管连不演出的时候 我也会到剧院去 就是剧场去看戏 它是一个所谓的就是艺术生活 你专业生活 因为你干这个 你就得在这个氛围里面去熏着 所以你每天琢磨的都是这点事 好像没时间去谈别的 太理解这种状态了 对吧 然后 我也是这个状态 就是工作比所谓的谈恋爱好玩 对吧 我们在工作里面付出 你是能看得见结果的 但是我们在这个感情里面付出 我们未必能有结果 对 其实我觉得特简单 就比如说我跟您第一次见面 出于礼貌 在我的行为逻辑里 我应该给您带个礼物 然后给您带束花 毕竟是约会 但是如果咱俩真的在一块之后 我觉得您就可能就会挑 你今儿给我带这个什么呀 这是花了多少钱 然后可不可心 好不好 然后这花 这个我不喜欢 这配色太low了吧 这不难了 我就其实 我不太会应付这样的事 然后比如说 我是觉得 一见钟情都是见色起义 一见钟情 那个钟的是脸 不是情 对 然后 我还比较 我还觉得传统那种 比如大家是个同事 或者说朋友 在一起共事相处当中 发现对方的很多优点的时候 慢慢的熟络才好 但是现在好像生活节奏都特别快 没有人跟你去弄这个去 然后你觉得不错的人 要不然就有男朋友 然后要不然就是单身 但是养了一堆猫的狗 然后把那点爱心都放在猫狗上了 好像人家生活当中也不缺你 然后你会发现 其实我生活当中也不缺这个 那就算了吧 就特别奇怪 就是 谢谢 很少 来点开水 你碰到过那种让你特别 就是特别动心的人吗 我就有点八卦 对 有啊 肯定有 动心是什么感觉 我跟您说特别动 我是两个极端 就是同样都是让我心动 让我喜欢的姑娘 就有一种呢 是静而远之 就是一见到我就紧张 不太敢说话 然后不太敢那个 就是去招惹她 当然带引号的招惹 明白 然后你 但是你就老想去看看她 哎 真的没状态 然后有一种呢 就是觉得特别合拍 就老跟人贫 逗 就变成画牢 或者说画特别多 然后没事就 就就就逗咳嗽 就特别特别两个极端 然后你要说问我 这两个极端 是不是都喜欢 好像都都喜欢 就只不过一类 是让你觉得挺舒服 一类是让你 就静而远之那种 但是你问我更喜欢的 可能静而远之那种 更符合你内心 喜欢的标准 但是你觉得那东西太远了 离你还不可控 你这个 首先你很正常 我跟你讲 就是别人跟你说什么 这个 就是所有你刚才表达给我的东西 我告诉你都不要信 都不要信 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他们眼睛里边的正常 但是呢 我会觉得 我们要过的是自己的生活 是的 就是第一个原则叫 怎么舒服怎么来 对吧 然后呢 第二个呢 我觉得就是感情这个东西吧 它是 它是看命的 什么时候是 所谓的遇到了爱情 就是真的是两个人在 同一个时间 然后呢 各自都有那个需求的时候 而且呢 是这个需求很 很旺盛的时候 然后两个人开始 真正探讨 这个 就是我们之间 用什么方式去 把这个感情落地呀 或者 那你看这两个人 慢慢往前走 但只要有一个人 节奏不对 那基本上就是 错的时间 遇到对的人 所以你说你那个 没有这个什么 谈恋爱的能力呀 那在我看来 只不过是 在现在的 这个 你的生活状态里边 很显然 就是工作比那个 就是 脚踏实地的工作 就你看不见的工作 比那个虚无编软的爱情 更靠谱 嗯 这是第一个 靠谱这个词用得太大 更靠谱 对 你抓得住啊 对吧 是 你说你每天 你刚才跟我形容完的 多充实啊 就我要跟别人形容 我一天 我一天只睡五个小时 我睡特别规律 就睡十二点到五点 起来之后我就工作 然后到晚上十一点 我就准备睡觉 别人会觉得 你是不是个神经病啊 就是这个 什么工作强度特别大 我说不 我说是因为 我特别知道 我的 我的人生 我要什么 啊 然后呢 所以呢 我的每一分钟都愿意 去给到 我要的那个东西 那这个时候 没有出现一个 我要的男人 那我没法给他 对 对吧 就是生活当中 好像 没有出现 对 您说这个特别 您比如说就是正常 正常的工作日子 每一天 比如说我上午会去学校教书 下午会去剧场排练 晚上会去演出 然后周而复始都是这样 然后可能就是某一阶段的时候 遇到了一些问题 然后跟父母说不明白 跟周围朋友 大家也都不理解 然后你这时候就觉得 哎呀 枕头边上空了一个 这是要有一人 有一个女朋友 或者一媳妇 至少还能跟你聊聊 就另外一个维度上 开导一下你 就那个时候 你可能觉得 我需要个女人 嗯 但是好像 除此之外 确实是 就我这 我以为是我个人 因为我 因为我这人 就特别没有安全感 就您看 有些人特别 特别 愿意在家待着 然后那个 不上班 或者歇着 懒着 然后 就休息 包括度假 我不行 我是一超过三天 在家歇着 我就心慌 啊 哎 我们这一代人 应该都是属于 比较感性那种吧 就是 我特别理性 可能 对 我是从感性的这个阶段 已经过渡到 特别理性 就跟你说 你有两个极端 我有两个极端 但是做广告的人 不应该是思维特别 对啊 我们具备思维特别跳跃的那个功能 但是同时我 我可能是我面对感情的是超理智 就好比说 那个 我很喜欢你的性格 但是有一点 我不能接受你的体型 站在一个很尊重对方的角度 我从来不会想去改变别人 但是我会忍不住的想问你说 你会不会觉得 你会不会觉得 你的这个 比如说你的身材会对你有压力 但是你如果你反馈给我的事 我觉得我这样挺好的 而且甚至可能这是我的一种 就是在职业上的优势的时候 那我就会觉得 这个是我在感情面前的一个 就是我不能接受的底线 我不能接受的不是外形这个状态 而是健康 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您看就是考虑问题 咱就不一样 就是对于我来说 胖与瘦的标准是在于 我能不能去演那些角色 就是有一天你为了这个角色 你会去努力 比如说之前有导演找我说 给你半年时间瘦下来 我想让你去演一拍 说老片景 我真的会每天节食运动 然后瘦 瘦多少 两百斤吧 不是瘦了两百斤 不是瘦成两百斤 瘦成两百斤 现在多少 现在快三百了 然后就是你会 因为对于我们专业上来讲 演员有一个词叫三位一体 就是创作者和创作工具 和创作的作品 就是你本身 所以你会为了那个角色 那个工作去这样 但是如果突然有演一女的说 我喜欢你 但是你就是太胖了 你能不能瘦一下 好像我也会 但是就不会那么迫切的说 为了你我怎么怎么样 然后比如说医生说 你现在太不健康了 然后你一定要减肥 怎么怎么样 然后你也不会觉得 他说的是 但是如果有一天 我在舞台上 这个戏要求你 我在舞台上 我觉得有点吃力了 累了 那是我的身体的承受 有问题了 我会去 我是那么一个人 我是觉得如果你爱我 你就爱接受我的全部 所有的 你既然挑了我的体型 怀疑我的健康 那一定就是 有残缺 有缺陷的 那可能咱们能成为 很好的朋友 但是作为伴女 可能 但绝不会遭到一起去 其实第一个 我不是对您的身材 表示出来一种鄙视 或者是其他的 就是您千万不要觉得 我是因为这个 我只是基于健康 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 特别理解您的这个 就是职业需要 所以呢 一方面我们先给一个结论 就是我们一定会 可以成为朋友 但是在感情面前 嗯 就是 就是你这个特别有趣的人 但是 但是在 在我的爱情线 线这块的话 那么 您肯定不是 那个我能再 再继续去谈爱情的 明白 对 但是我特别希望您先理解 因为聊天很愉快 但是这个东西 它 嗯 就我 我得明确一下 嗯 然后呢 但是我 然后说完这个话 我们就可以继续的 再愉快的聊了 对对对 真的是这样 嗯 然后 就像您说您没有安全感 我也没有安全感 我巨蟹座 巨蟹座更没有安全感 然后巨蟹座 巨蟹座的安全感 就来自于条条框框 然后呢 去对比 去有边界感 然后呢 去跟别人会提前沟通 嗯 我特别清楚的知道 什么东西是 我不能接受的时候 然后我们再往前走 其实是对对方的伤害 嗯 无论是对对方的时间的伤害 还是对对方的精神上的伤害 嗯 嗯 OK 我离过两次婚 嗯 所以这可能也就是 我对于 这个感情有不一 不太一样的感受 嗯 我结婚结特别早 我23岁就结婚了 然后27岁离的第一次 然后呢 31岁结的第二次 33岁离的第二次 嗯 然后呢 但是我 我现在在反省啊 双方都有责任 一个巴掌拍不响 嗯 然后但是我们的 呃 就是离婚过程非常的 都非常的和平 没有那么鸡飞狗跳的 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 嗯 但其实我说实话 我觉得离婚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特别 现在来看啊 我觉得不是个坏事 嗯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过程 我不会有现在的我这么好的状态 为什么呢 我的上一任教会 教会我的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叫什么呢 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 他说你不要把你的幸福放在我的身上 这话他当时我觉得特别奇怪 就是我跟你在一起幸福呀 嗯 然后呢 但是他会说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幸福 两个人有两个人的幸福 嗯 三个人有三个人的幸福 你在哪个阶段 你就要去享受哪个阶段的幸福 你不要两个人的时候 你天天琢磨着一个人有多幸福 你也不要一个人的时候 天天去异想着两个人在一起会有多幸福 他这句话当时我跟真的理解不了 但是后来我能理解的是什么 我跟别人是这么换一个角度去解读的 是你在什么阶段 就要去让自己在那个阶段幸福 你有了这样的能力之后 你进入到哪个阶段 你都是个幸福的人 你跟谁在一起 你都会很幸福 嗯 所以我对自己现在的状态 和这种修炼的状态就是 我一个人都能过得非常好的时候 我跟谁在一起都能过得更好 嗯 所以如果你还真的对爱情啊 对感情有兴趣的话 你不妨真的琢磨琢磨我这句话 嗯 你看我也是很多 就差不多有个好几年 就没有去真正的谈恋爱了 嗯 然后我不会去想 是我丧失了谈恋爱的能力 我只会想的是 我把自己做好了 然后呢自然会有人 或者换句话说 在我想 在我想谈恋爱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 他也想谈恋爱的他 嗯 然后我俩就谈了一个恋爱 就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我 我也会觉得 这种状况在你身上 也一定会出现的 嗯 它不是在安慰你 它真的会出现的 因为你 你跟我是在 某种状态是同一类的人 嗯 我觉得跟您聊完真的是特别有启发 以前老觉得缘分没到 没预见对的人 但是您刚才那话说特别对 就是自己没觉得幸福 幸福不会来了 嗯 自己幸福了 跟谁在一块都特别幸福 真的是这样 嗯 所以特别特别感谢 就是你让我看见了一个 嗯 就是 不是说不一样的男生 就是另外一个领域里边 我没有接触过的 嗯 特别好 啊 OK 那今天我们就这样吧 然后呢 那个停晚了 我们各自回家 OK 希望有机会 请您去看我们演出 古龙溪剧场 国家大名 这个 您去的只要看见 那海报有我 您就可以来看 OK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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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好的 那我们就各自回家吧 谢谢 好 来